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军先生足智多谋 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消息都是冯将军说的 阁下不做解释 反过来问张某 倒是为难了 冯某这次上京之前 王爷便怀疑是阁下 叛降了朝廷 如今看来 勾结定国公的 只可能是你 清者自清 张某奉王爷之命办事问心无愧 除了在下 冯将军就没有嫌疑吗 我 你什么意思 原本张某还不确定 眼下冯将军倒是自乱阵脚 若是你在路上早就怀疑我 为何不与金陵通信 求得王爷亲政 却在此挑拨是非 金陵山高水摇 好 待消息传道 你早已得逞 我问你 你离开金陵之时 王爷可曾告诉你 我已叛变 叫你只听名于冯明月的 这倒是没有 王爷只是告诉我 京中势力 大都交给龚仪先生 和杜军先生 至于冯将军上京 是另有军物 是啊 我为谋士 你为将士 京城的暗庄大半 都在我手中 龚仪城那里早已弃之不用 可冯将军出京城入 通轴如入无人之境 张某倒是想问问 若非投告朝廷 还有什么解释 那是因为 定妃公子 眼下你还要袖手旁观吗 我与冯将军 已是不死不休 公子就不怕 上面责怪下来 你这是血狗喷人 我待王爷之心 天地可见 绝无派遗 张某已欺身于朝廷 无品之链 若非终于王爷 何之以身犯险 舍利路来趟这趟浑水 倒是你 有火药在手 为何不在路上埋伏性无畏 却将我的引来此地 难不成是想杀人灭口 一派胡言 你们别听他的 此山之下乃是燕家军营 选在此地 乃是未借山体滑坡之士 埋了军营 我 我这都是为了金令大业啊 崩州军营数万将士 营仗延绵广阔 岂至山体滑了 便能轻易埋葬的 你种种借口却处处破绽 敌军公子还不动手 决定飞 你疯了吗 皇前 你还等什么呀 等他你猫炸药 我不得你死在这儿 亏呀你 冯将军 我本不予与你为敌 但现在形势复杂 能否请你二人束手就擒 跟我回金令建王爷 殊是殊非 让王爷来判定 还我清白 求之不得 不行 若让如此巧成如晃的贼子回去 还不知道在王爷面前 会如何抹黑 你可以走 此人必须留下 冯将军是怕我走了之后 没办法向定国公宣远交代吧 你 你们做什么 出问题的是他 不是我 你 你先把自己身份说清楚 你到底并没被碰过王爷 两个蠢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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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